哎,刘老师,这里有一封您的信 一天啊,在中国社会研究院工作的刘凤主 收到了一封来历不明的信 可奇怪的是,他在看完这封信后 就立即翻看起了自己关于契丹文字的研究笔记 契丹祖,这个曾发源于中国东北 在世界民族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民族 在明代之后便再也找寻不到这150万契丹人的踪迹了 有人说呀,曾经横扫了中亚的契丹人和神秘的玛雅人一样 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了 可是事实当真如此吗? 刘凤主收到的那封神秘信件难道和契丹人有什么关联吗? 1922年6月,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凯尔温 听到了一个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消息 在内蒙古发现了一座被盗墓贼关顾过的古墓 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的他 当即跟着一群凑热闹的人来到了那座古墓中 宝金风霜的陵墓埋藏在深山之中 时间为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他为了弄清楚这究竟是谁的陵墓 专门雇了三个人挖掘古墓里残留的东西 6月21日,经过几天几夜的忙碌后 三个人从淤泥里发现了一堆石块 只见四份灰色的石块上有蚊子 其中两块被刻满了看不到的图案 另外两块刻录的则是汉子 凯尔温通过对汉子的解析才明白 原来这些正方形的石碑是挨测 由于内蒙古鲜少有精通拓印之术的人 为了弄明白另外两本不知名文字的碑课 他只好找匠人将上面的内容原封不动地藤画了下来 1923年,凯尔温将其中的一份手抄版照片 刊登在了北京天主教会杂志上 并且将之称为有趣的发现 这篇文章被转载后 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因为这种像天书一样的字符 并不是目前现存的任何一种文字 后来啊 学术界知道这些文字出土于辽兴宗的陵墓后 大家才意识到 这原本就是消失了700多年的契丹文字 唐代初起 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 为了能够熬过一个一个寒冷的冬天 在大赫氏的领导下 组建起了首个联盟 大赫氏联盟 契丹族便是其中的一份子 但是随着唐朝的兴盛 周边的联盟会被大唐铁骑粉碎 或是俯首称臣 势单力薄的契丹人 只好不停地更换衣服对象 先是后突厥 再是后葛 唐朝末年 天下纷争四起 契丹族的领袖 耶鲁阿宝基于公元907年 凭借着铁血首腕统一了各部落 即位可汗 公元916年 在地位彻底稳固后 耶鲁阿宝基称帝 定国号为契丹 而这也是契丹一族名字的由来 一个强大的国家 想要将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 就必须要有文字 契丹族以游牧为生 在建国后转变为半农半木的生活方式 为了满足文化和军事的需要 觉醒了民族意识的契丹族 仿照汉字的结构和形态 先后创建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 这两种文字被创立后 很快就和汉字一起 在辽国境内被推广开来 1124年 辽国集结了境内剩余的兵力 与女真族展开殊死决斗 然而这场举国之力而进行的豪夺 最终却与失败而告终了 1125年辽布狄金 导致国破家亡 但是他们所使用的两种文字 却被传承了下来 辽国灭亡后 耶律大使带着契丹残部 突袭至西域 建立的王朝也被称之为西疗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 从中国被驱逐出去的部落 成了中亚地区的一大强国 但是随着元代的建立 以及西疗的灭亡 曾经150万契丹人 仿佛在一夜之间 从世间凭空蒸发了 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强悍民族 只剩下历史中 寥寥地记载和世人的口口相传 在契丹与宋朝南北对峙的200多年间 中原地区与西方的丝绸之路 也被契丹所封锁 这让亚欧大陆 中西部国家误认为 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知 马可波罗才在他的邮寄中 以契丹之名向西方介绍中国 时至今日 仍有一些国家称中国为契丹 1191年 金章宗下朝废出契丹字 契丹字从这以后 也逐渐消失于世人眼前 文字的生命在于使用 无人使用的文字 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变成不为人知的死文字 凯尔温公开发表自己的新发现后 逐渐掀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潮流 得以重建天日的文字 也开始再度焕发出升级 1962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凤柱 考入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院 后来就开始了他关于 东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 1970年 他被分配到河南西县的 五七干校进行劳动 在休闲时 自学了契丹文字 也就此上演了 他与契丹文字的不解之缘 为了能够破解这些失传了多年的文字 他和于宝林不远万里 先后跑到了河北 辽宁 内蒙古等辽国曾经的属地 破制契丹文字悲客 他们克服了气候 地狱等因素带来的阻碍 走遍了每一个出土过 契丹文物的地方 有一次 他们两人来到了赵乌达蒙 勘探古墓时 刘凤主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扑服 为了不影响工作小组的研究进度 他宁愿抱病 也要继续坚持唾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始终割舍不掉 几十年来对契丹文字特有的情节 经不住新资料的诱惑 而这样的经历 也曾一次次在西安 巴林 佐奇等地重复地上演 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1977年 一份十万字的契丹小字研究报告 开启了契丹文字研究的新篇章 不过刘凤主的目标却不止于此 他坚信留下了文字的契丹人 不可能凭空消失 而他现在想要做的 就是找到他们的后代 然而想要在偌大的中国 找到历经数百年的时间 发展的契丹族人的踪迹 又谈何容易呢 一天上午 刘凤主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 也就是开头的那一幕 寄信人来自遥远的内蒙古自治区 是达沃尔族的奥拉丘治德 而他寄信的目的 是希望刘凤主教授 能够帮助他们考证他们的祖先 达沃尔人世代居住于嫩江边上 以渔猎农耕为生 只是长期以来的游牧生活 再加上没有文字的记载 达沃尔人早已忘记了 他们从何而来 在他们的语言中 达是过去 沃尔意味着位置 达沃尔这一族名 也是在探寻他们的故乡 也有很多专家学者 试图寻找达沃尔人的起源 然而他们却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有人认为他们是契丹族的后裔 也有人认为 他们是由蒙古族演变而来 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达沃尔族 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在看完这封言辞恳切的来信后 刘凤主再度翻看了自己 关于契丹族的研究 契丹族同样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 而他们在国破家亡后 便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了 为了帮助他们调查真相 也为了能够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 刘凤主不顾自己已经退休的年纪 来到了信中所提的位置 这里聚集着两万多达沃尔人 想要探究一个民族的起源 有很多办法 除了语言文字 还有生活习惯 还有民族风俗和传说 这些东西也有可能潜藏着祖先遗留下来的信息 经过了解 刘凤主发现 达沃尔人与许多少数民族一样 信奉萨满教 达沃尔人的语言虽然与蒙古族很相似 但是却是一种独立的语言 由于没有相关的文字 他们只能通过汉字 或是简单的蒙古语进行记录 研究了几十年东北民族历史的刘凤主 甚至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处往往能够找到新的发现 有天下午他发现村口有一位简纸艺人 作品里的人物服饰非常的奇特 这些人物的服饰融合了契丹蒙古等民族特色 又兼具了一些作者的创新 跟作者交流以后 刘凤主了解到 原来这些简纸人物都源自于达沃尔族古老的传说 居住在莫里达沃的达沃尔有这样一个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名叫萨基尔迪汉的人来到这边修筑鞭堡 鞭堡抵御住了敌人的入侵 他带领着达沃尔人便世代居住于此 通过几天的调查取证 刘凤主心中几乎已经确定了达沃尔人的祖先了 真正让他做出这个结论的 来自于村里的一场驱棍球比赛 驱棍球运动 这种契丹人极为擅长的运动 曾经被当作锻炼士兵的一种方式 达沃尔人似乎在驱棍球项目上 有着远超常人的天赋 不过刘凤主本人得到的推断 并不能从根本上证明 他们就是契丹族的后代 因为缺乏实证 可是随着契丹王朝的灭亡 又该如何寻找确凿的证据呢 这时他想到了国际上正炒得火热的分子考古学 所谓的分子考古 就是通过采集古人残存的基因 与现代人进行基因对比 找到其中内在的遗传联系 1995年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凤主等人 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教授等人 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项目 在项目成立后 协和医院大学承接了此次DNA的比对工作 一切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后 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 到哪里去找契丹人的DNA呢 这时有人建议提取通辽室的契丹公主样本 1986年 内蒙古通辽室发现了一处辽带的陵墓 经考证 这是一位辽带公主和驸马的陵墓 虽然墓葬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但是里面出土的许多文物都带着鲜明的契丹特色 陵墓中的两具遗体早已在岁月的青石下干瘪风化 但他们身上包裹的金丝华服和制作精良的黄金面具 依旧向人们诉说着陵墓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 这位以高规格下葬的公主身上的契丹血统勿容置疑 也成了最适合做DNA采集的对象 经过层层审核后 项目组终于拿到了从这位公主遗体上取样本的机会 为了确保数据准确 专家们还另外找到了一些契丹人的牙齿头骨等 和目前在莫利达沃自治区居住的达沃尔族人进行DNA比对 经过紧张的等待后 测试结果让所有的研究人员为之欢欣鼓舞 根据分析 达沃尔人与契丹人基因十分的接近 基本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契丹后裔 在几百年间对自己的起源懵懵懂懂的达沃尔人 在这一刻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起源 根据实验室的检测结果 再结合史料 契丹族神秘消失的真相也终于被史学家们揭开了 金盟战争爆发后 一部分不愿意服从金国 势不识金利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 蒙古帝国在进行扩张过程中 大量征召这些骁勇善战的契丹人 这些被分派到各地的契丹人 成了蒙古建立横跨亚欧大陆版图的重要力量 在这期间 有人找到了世外桃源 将族群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如达沃尔族 另一部分 随着金的统治范围向中原地区 淮河流域等地带进行迁徙 这些人和女真族一样 在和汉族人长久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地汉化 还有则在历史长河中 被其他民族的人同化 成了民族大融合中的一份子 如同那些携带着部分契丹人基因的 鄂温克人和蒙古人 朝代的兴起和衰落 造就了民族的大融合 在这个互相同化的阶段中 或许历史会被遗忘 文字可能失传 语言也随之改变 但是血液中流淌的遗传信息 却不会改变